是巴马长寿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这里并不是人人都能长寿 他123岁还能上山砍柴 这些百岁寿星真的有长寿秘诀吗 请继续收看长寿之乡巴马 据有关记载巴马自古多寿星 在巴马长寿博物馆里 保存着一些有关长寿现象的文物 其中一块踏印的碑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下面就记载142岁的老人是瑶族的 名字叫做南强 加进15年 加进皇帝就在他142岁过生意的时候 给他写了这首贺寿的诗 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内容 一个就是烟霞养性 一个是道德存心 烟霞养性说的是这个环境很美 道德存心说的就是 公子说的那句话 人者寿 他得这块培以后 过了三年以后他就过去了 实际上这个老人寿命不是147 而是145岁 李绍华告诉我们 巴马长寿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我们在长寿博物馆采访的时候 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个设置组也来到这里 拍摄巴马长寿现象 我们日本国内呢 爸爸这个两个字非常有名 为什么这个日本国内有一个专家 他呢日本国内这个杂志上都发表 所以就一个生下进一那个 他们那个自然的学会 对 有一个研究可能跟人的影响 对对 就是人代以后这个日本国内有名 其他国家还有几个杂志主义 对我们日本人来说 中国非常亲切 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是一个主线的国家吧 国际自然医学会认定的世界长寿之乡 目前有五个 他们是中国新疆和田 巴基斯坦韩萨 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 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 中国广西巴马 在这里 百岁老人上山砍柴 下地摘菜 织布做饭的非常普遍 就连很多医学家看了 都觉得不可思议 巴马百岁老人 保持长寿和活力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探寻长寿老人的长寿秘诀 在李绍华的带领下 我们前往龙虎村的巴买屯 去探访当地年龄最大的寿星 罗秀珍 罗秀珍的孙子告诉我们 别看奶奶已经123岁了 他就是闲不住 经常偷偷地溜出去 下地干活 那是不是一个人的 在那吗 太可怕了 注意注意 就是他 在哪 来 来来来 竹子旁边的这边 看他的 阿伯 注意注意 注意注意 从这里上 闻缘不绝 多少水啊 多少水啊 123岁 你说你大西怎么上去 我都想不动 你看你看 你就干了活动 你干了活动 你干了活动 有动作 你看大西怎么做的 阿伯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终于爬到山崖上 老婆婆也暂时停下了砍柴 与李绍华说着什么 在调查中发现 这些百岁老人之所以活力十足 与他们几十年来 从未间断的劳动习惯 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 陈静超认为 这只是长寿原因之一 这只是长寿原因之一 看一看 你看 先赶到我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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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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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吃 三十五肉可以 但是三十五肉可以 但是三十五肉 饭 饭 饭 这个是最想的一个 和其处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第五代 这些都是第五代 哈哈哈 看着吃饭的时候 血压多高 血压好哦 你看 一百四十八 六十六 没百七十三 非常好 在八马 在八马 几乎每个百岁老人家里的食谱都像黄麻能家一样 非常简单 以各种蔬菜 豆制品 玉米 红薯等粗粮 杂粮为主 而且有一种被称为长寿食品的火麻油是每日必吃的 大马的石山上盛产火麻 村民们把火麻油冲成粉末之后用水搅拌均匀 过滤掉渣子用来煮菜熬汤 火麻油是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 现在虽然生活好了 不缺油了 但很多家庭仍然保持着用火麻油来煮菜的习惯 火麻油这个高密蛋白很高 它能够对降低三脂 人的血脂三脂降低 而且对血管的染化 对人这个高密蛋白补充 它有多有效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研究发现 你看糖尿病人 这个高血压的病人 这个肿瘤的病人 血脑血管疾病的病人 发病率非常低 可见大马老人长寿 不仅跟独特的地理气候有关 在很大程度上 也跟特殊的饮食有关 在长期的调查中 专家们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些长寿的老人经常吃不饱饭 我就采访一个107岁的 一位姓 违姓的老人 这老人呢 他一辈子身体非常好 我们就问他 他有点文化 我们就问他 我说你这一辈子 身体这么好 活得这么大脆速 你有什么秘密 他说了一句话的很幽默 他说了我这一辈子 最大的秘密就是没吃饱饭 难道饥饿有益于长寿 经过检测发现 这些老人每天摄入的能量 远远低于正常人 因为我们检测这个结果 目前把这个世界国际标准都给改了 因为过去呢 这个教科书上都写上 人呢 这个每一天的税入生成热油量 正常的税入量应该是2400个大卡 可是我们在巴马检测 没有一个人超过2000 超过2000就非常少 最低的1400到1900 巴马长寿老人吃的 基本上都是粗粮类食品 虽然吃饱了 但食物能量不足 仅够维持正常生命和适度的运动 低脂 低热量的饮食 是巴马老人长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 影响健康长寿的因素中 遗传基因占15% 社会因素占10% 医疗条件占8% 气候环境占7% 而剩下的60% 都取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60%的生活方式中 又包含了饮食习惯 膳食结构 生活态度 行为方式等等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 这些百岁老人普遍热爱劳动 饮食清淡 而且性格都开朗乐观 他们并不是刻意地追求长命百岁 而是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一位诗人写道 观景何须到桂林 寿香自有桃圆境 其实长寿的秘诀无外乎是要保持一颗愉快的心 知足常乐 耕作不错 平淡寡欲 无为而乐 这是寿香长寿老人的普遍心态 这也许就是长寿的秘诀吧 赞 负贴 赞 负贴 赞 负贴 赞 责誉 赞 负贴